行吧 那咱们说正事 最近咱们虽然成功地抛出了甘克金的概念 也成功拉高了股价 但是您跟我都应该清楚 光靠一个甘克金 不足以让柯锐长期盈利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 我希望通过柯锐 构建一条完整的商业链 商业链条 得以柯锐制药作为基础 制药虽然是暴力 但是前期研发都是亏本的 你能做出什么话来 趁着现在干涸进新概念的时间段 利用市场对于柯锐的信心 继续融资 扩大柯锐 郝老师 柯锐已经搁过一轮韭菜了 还要再搁一轮吗 证监局没给公司发函 那是迟早的事 以后柯锐会在严格的监管之下 你要在监管之下搞事情 这就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啊 王先生 甘克金没有拿到上市许可吧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研发还是失败了 我料到了 所以柯锐没有新故事可讲的 甘克金以后 柯锐还是会大跌的 我真的怕了 我想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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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将来再出一个前程 我心里真是承受不起了 王先生 咱们的事业这才刚刚开始 你就要撒手不管了 别别别 我是一个图安逸的人 没有你的远大之想 别呀 我这不是知道了 柯锐没有新故事可讲的 带着新故事来了吗 新故事 你讲讲看 咱们让柯锐 置之此地而后生 借此打造我们链条的新起点